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背过一些片段 第一段我没见到过 他说这个是一个叫做 《碾玉观音》一个书名 叫《碾玉观音》 我没看过这个 就讲一些人在春游 第一个人呢 就写了一句诗说 山色秦岚锦雾家 暖轰回燕起平沙 东郊见绝花共眼 南博依稀草土芽 低上柳未藏丫 群方秤步道山家 笼头几树红梅落 红杏枝头未卓花 大家想想看 中国人写诗 喜欢把最 怎么说 及格线六十分的诗 放在第一句 《红楼梦》当中 你们注意到没有 宝琴的诗 放在最前头 垫底的 他要往上走 他要告诉你 他不是说这首诗 他没写好 他就告诉你 这是最普通的境界 我们还怎么能 怎么能往上走 他给你这个 有比较才有鉴别 所以这个诗啊 就像影子 他这个影子 影的也好 也不太差 叫王熙凤说 夜北风景 这种诗开头 夜北风景 也很好 也不差 但是是一般的句子 好 接着来了 这个我就会背了 我小时候就 就是特别奇怪 其实少年不识仇滋味啊 这个话讲的对 人少年的时候 特别喜欢这种 伤春悲秋的东西 哎呀 春天为什么过去 我就跟一个同学 这个商量商量 最后我那个好朋友 他考了江苏省状元 1981年 江苏省的理科状元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就落榜了 我春天还在那儿 这个研究那个 原来他是 没有真跟我玩 他们玩的 还回家去看那个树里画 我玩就玩进去 对 好 就讲春天为什么过去呢 是因为春风惹的祸 就是春日春风有时好 春日春风有时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 花开又被风吹落 哎呀 我小时候就觉得 这个诗太好了 风吹 春风惹的祸 因为花也是他吹开的 也是他吹落的 就应该怪春风 另外苏东坡笑道 就是苏东坡 前面是王进宫讲的 这首诗 春日春风有时好 下面苏东坡就笑道 他说不是春风 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 是春雨断送春归去 不是春风怪春雨 苏东坡就有诗云了 说雨前初见花尖锐 雨后全无夜底花 风蜂蜓纷纷过墙去 却以春色再临家 苏东坡说 不怪风怪雨 雨前初见花尖锐 就我很小的时候会背了 就雨前我们还出 看见这个花当中有锐啊 雨前初见花尖锐 雨后全无夜底花 雨后连花连叶子都没了 风蜓纷纷过墙去 却以春色再临家 风蜓飞走了 到别的地方去 苏东坡的境界 好 秦少游又说 也不干风事 也不干雨事 是柳絮将春色飘去了 怪柳絮 想想看 中国文人什么境界 这个翻成英文都没味道 是吧 就是你们在干嘛呢 这些人 搞不懂 但是我们一听就懂了 柳絮 怎么说 三月柳花轻浮散 飘扬淡荡送春归 此花本是无情物 一向东飞一向西 简直是 这个花 飞花 都是无情啊 一向东来一向西 飞掉 就是 它这个里面讲到了什么呀 前面是光讲到一些 自然的景色 什么来到山家了 什么 后来又看到了 把自然赋予了一种品格 春风有是好 有是恶 又怪春雨 渐渐地进入了境界 好 写到这儿的时候 谈到这个柳絮的时候吧 大家注意什么 把人情放到里面去了 此花本是无情物 把人的情感 放到了自然里面了 前面 人的情感 只是一点点感觉而已 现在人的情感 注入当前 此花本是无情物 一向东飞一向西 好 还有更高的境界 这个王严守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道 也不甘风事 也不甘雨事 也不甘柳絮事 也不甘蝴蝶事 也不甘黄鹰事 也不甘杜鹃事 也不甘燕子事 是九十日春光已过 春归去 曾有诗道 愿风愿雨 两句飞 风雨不来 春亦归 筛边红退 轻性小 口角黄霄 汝燕飞 蜀魂地破 蜀魂剑体 花影去 无缠强食 拓桑兮兮 直到春归 无密处 江湖辜负 一缩衣 就是说 也不怪春风春雨 就是春天过去 愿风愿雨 两句飞 风雨不来 春亦归 就是讲到这个人生的沧桑了 就算没有风没有雨的话 最后人老了 也都漂泊到江湖上 一缩衣 大家想想看 有点那个孤苏 缩利庸 读掉寒江雪 的那个镜头 所以我相信 我猜测 这是古人 一个特别有智慧的 读保诗书的人 他把这不同境界的诗 放到了一起 是吧 编故事 假想这些人在一起 他把这个境界 在往上走 往上提 而这个提 触到了中国人的心弦 触到了中国人 对自然万物的感受 我们说汉语是怎么来的 汉字是怎么来的 仰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是用心在看 用心在看 你就会有感受 对季节变化的感受 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到 希腊神话当中 四季是怎么来的 哦 原来是四农神的女儿 帕尔塞福涅被这个 被这个命王哈迪斯取走了 母亲伤心了 不种地了 大地就枯黄了 女儿回来醒亲了 就春回大地了 古希腊人编的是这个故事 我们中国人编的是这样的诗歌 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你们将来 谁有谁当这个 教委的领导 或者中小学教师 我认为这应该当课本 应该让我们从小啊 就是我碰巧看到了 我这个 大家知道一个儿童 一个少年 是没有选择的 是天然选择的 什么叫天然选择 就是说我当时学的小学课本 是毛泽西语录 毛泽西语录会被很多 会被很多 这个战士就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他要压倒一切敌人 绝不被敌人所欺负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都会被 但是我这些东西淡忘了 这些东西或者说 只是在我一根筋当中 崩一波响了 好像人就弹起来了 可这种东西 梦魂萦绕 不是我选择它 是它选择我了 我读了它 我就过不去了 哎呀 愿风愿雨两句飞 风雨不来 春雨归 我听到这些话 受不了了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小时候这样 越大越这样 就不再是毛泽与雨录了 这个 我就意识到 我们的课本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 在血脉当中的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 这种生命力 是与汉语并存 与汉族的文化并存的 是别的民族没有的 或者是不同 与别的民族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 珍惜我们与别人 不同的价值判断 不要去丢了自己的这种感受 去不要去学别人啊 别人比我们高 我印象很深 我原来问那个老师 他是我的恩师啊 叫金思燕老师 这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他那个观点 可能他也改变了 我当时听了他的那个法语课 听了那个兰波 我听那个金思燕老师的课 是在 我读本科 他在北大 一个 当时他是三十出头 一个 一个特别有风韵 特别才华横移的女教师 我当时迷恋他 我就觉得 他学 他说什么 研究什么 我就学什么 我当时跟金老师开玩笑 我说你当时要教统计学 我当时我就准备 考统计学的研究生 他研究的是法国文学 法国象征主义 我后来就花了二十年 在法国象征主义上 真的是这样子 他讲课讲得特别好 然后他讲兰波的诗啊 讲这些诗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中国的诗歌 跟法国还差多少年 他说八十年 我一算 我是活不到 我那会儿都二十岁了 八十年 那我赶不上了 我当时就觉得很悲哀 所以现在我就在想 就像那个 顾斌 有一个汉语 汉学专家 这个人讲得非常好 那顾斌有一个观点 他就说 好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啊 他说应该像五粮液 他很会讲话 而不应该像二锅头 他说五四时候的这些人的作品 就是五粮液 就是茅台 因为什么 有时间 现在这些人作品 就是二锅头 都是酒精对出来 我前两天看到 也是电视上采访那个莫言 他说不定还要来人大教书呢 莫老爷我很尊重他 但是他的文学观点 我是彻底不同意 他就写一些离奇的事 写一些计划生育的题材啊 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 当然是可以写 但是我就觉得文学不是纪实 不是仅仅是现实的反应 还是要反映人的血液里的感受 所以顾斌有一句话 他说 中国缺少一个文艺复兴 所以中国要想出好作品 三百年以后 意思就是说 中国缺少一个文艺复兴 什么叫文艺复兴啊 就是呼唤古老文化的复活 所以我一拍脑袋 我说 如果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 要复兴我们古老民族的文化 要从我们的血液里找这种 与别人不同的文化和生命的感受的话 我们三百年 三千年也没用 只会更加堕落 更加遗忘 但是我们一旦有这个意识 我们三秒钟 我们就觉悟了 这叫顿悟 不是用时间来含量 我一拍脑袋 哦 好东西就在这 我要让他复活 这三百年就过去 所以我心里面赞赏顾宾先生的同时 我说 小看人了吧 中国人有人了 连我都觉悟了 肯定还有好多人觉悟 就是要从这里 从大地深处 从我们的古典的文化典籍当中 发现那个能把你心弦播响的东西 一播 他一播响了 这就是好东西 因为你是个大活人 你是个年轻人 古人能把你心弦播响 说明你也有救了 古人也有救了 而不是说 我一看古人 怎么这么陌生啊 没有 是因为没看懂 一看懂越亲切 所以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好东西是怎么来的 就是中国的文人 他就有这种 所谓的唯美主义是一个什么观点啊 唯美主义 西方我们研究了那么超前的唯美主义 王尔德 他的最基本的观点 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就所有的艺术都是没有用的 一切有用的都是丑的 美的都是毫无用处的 这是王尔德的名言 你说说这些春归去 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吗 就是 这才叫文化 你讲 咱们吃饱了 怎么样子发财 怎么样子 那就是商人的事 中国就是叫什么 众文青商 是这个名字 你看红楼梦 哪里有一句有用的话 红楼梦通篇都是荒唐言 一点都没用 我们来讲红楼梦 就是没用 才美 我们今天讲这个红楼梦当中的玉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说文解释当中对玉的解释 我们来学习一下 胡适先生 这个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起手 有一点我跟他特别不对付的 就是说他贬低这个说文解释 对玉的解释 他对玉的解释认为是 王者所配 一个王加一点 就是王配在身上的东西 我严重不同意这个观点 那我说那这个大事 这个犬是不是大者所配呢 也不能这样子 这是不能这么来接望闻生意的 识之美有武德 我们看 这个话不是白写的 它有很多 如果我们今天用这种 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 它有大量大量 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文物为证 特别奇怪 你想四五千年 甚至更早的几万年以前 这个我们的先民是没有办法联系的 是吧 北方的人和南方的人 他们不可能骑着毛驴走到那边去的 他们肯定就世世代代只在一个地方 但奇怪的是 我们这个民族 不管是哪个文化 三顶洞人文化 什么红山口文化 什么楚良文化 挖出来都是玉 都是玉 玉之不一样 但都是玉 实至美有武德 就石头的美有五种美德 我们中国人会从自然当中学习品德 这是我们的民族的智慧 我们不是学过 碎寒而知松柏之厚雕 是吧 我们从松树身上知道它碎寒 而知道它厚雕 就很多美德 我们从自然当中学来的 石头的美有五种美德 哪五种美德呢 润则以温 就是温润 温润 有光则 温润 人之方也 就是润则以温 就好像人这种精神 就人这方面 就人 表现了人的品德 人意的人 什么叫人呢 就是温润 就是润则以温 就是我就发现啊 人当中啊 有人意道德的人和不仁不义的人 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因为平常大家都看不出来 你好我好 哪里有灾难 大家都捐点款 但是看一个人是不是预制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标准啊 很简单 有一个标准 我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 也是看到周围 少有这样的人 就是玉有一种品质 叫裂不伤人 玉大家知道 玻璃裂了 一划就出血了 岩石破了 一划就出血了 金属破了 一划就出血了 树枝断了 一戳 你身体就破了 但是玉 它自己碎了 它不会把你手搁上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个玉碎 它碎的也是没有棱角 而且它碎的那个碎片 要么就是粉碎 它不伤人 裂不伤人 我自己这些年 这么要求自己 但是我在现实当中 少见这样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自己受到了伤害 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你不去伤害别人 做到这一点 就是君子了 你不是说 没脾气的那种不伤人 而是 怎么说 用这种温润 润泽 化干戈为玉帛 谁有点接近这个心理 这个状态 就甘地 非暴力不合作 这甘地就是这个精神 裂不伤人 你们英国人欺负我们 好啊 我们就死给你们看 我们往你们枪口上走 我们没有武器 我们赤裸裸 赤条条 英国人就吓跑了 英国人没办法 我们 这个 坦着胸膛 向你们的枪口走去 谁还在抠得了半斤 不行了 英国人跑了 甘地就是这么精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化干戈为玉帛 千万不要简单地理解 咱们别打仗了 我给你一个美女 给你一块玉 咱们别打仗了 和亲不是有这种 错 这是一种精神 中国人的和亲政策 表面上看是一个取辱 实际上是一种精神 我们用美女软化你们 改造你们 提升你们 是吧 你们蛮荒之地 我们派一个王昭君 给你们一点技术 给你们一点美感 让你们有文化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温润 这个字念塞 塞里自外可以之中 什么意思呢 这个塞 什么叫塞 就是脚中骨 就脚当中的骨头 意思就是说石头当中的纹路 纹理 就石头当中的骨骼 就是你看这个玉吧 好的玉都是透明的 你看到从外面 它的纹理啊 它的花纹啊 你从外面 字外可知其中 你从外面可以看到它里面 这个人叫什么 君子坦荡荡 而且是透明的 这是什么 意之方也 它坦荡 它纯真 它纯洁 它没有掖着藏着的 它透明 这种品德 大家先想看 然后其身书扬 传语远文 智之方也 这个玉敲起来 大家知道吗 零零玉声 这个零是指玉的声音 这个零啊 是指玉的声音 玉敲起来 声音是不一样的 你们敲敲两块玉看 这个水晶的杯子 跟玻璃杯碰起来也不一样 这个我那里 我那个家里面 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我有一个值钱东西 就是我当年 在流浪的旅途当中 我什么都不买 我看见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讲 我的旅途经验 就是不能买纪念品 你一买 钱花了 心思也被这些 商店吸引了 你的路也走不动了 背那么多东西 怎么走啊 所以我不买东西 不买不买 我买了一样 这么多年 我只买了一样 我买了一对杯子 就是那个 意大利手工的水晶杯子 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从纽约 把它一个小店里面 把它背回来 现在我家 就这两样值钱东西 无所谓 打了也打了 但是那个声音啊 我每次烦恼的时候 就砰一碰 哎呀 那个声音就在里面 绕啊绕啊 那个水晶杯子 但是更好听的声音 我就没带来 就是三峡 就沉到江底的那些石头 这样子敲 我写作 写作需要灵感的时候 我就坐在江边 拿两个三峡的 那个淹没区的鹅卵石 哗哗哗一敲 尤其是在深夜 你一敲 古人都来回答你 鱼都来回答你的问题了 你都想清楚了 所以有好多诗歌 是那么写出来的 好 这里讲 齐身书阳传疑远文 叫玉的声音啊 我认为它有一种 无声的声音 它是默默地在传递着 一种它的品质 它并不是与人家争 其实书阳这两个字 就是玉的声音 它传播出去是美好的 我认为这个完全就可以 作为文学和做人的标准 做文学的标准 你看有些东西 它写得多么深刻不美 听起来有刺耳 听起来让人心烦意乱 或者产生一种仇恨的感觉 就不对了 好的文学作品 齐身书阳 朗朗上口 这种感觉 是智之方言 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智慧和节奏在里面 我们看《红楼梦》几乎就是对这个字的注解 什么人义 什么人纯洁 好 我们接着看 不恼而辙 永之方也 这不是晴文吗 就百折不恼 折断了 它也不屈服 勇敢 玉啊 你可以把它碰碎 但是它不弯 它不妥协 它温润 但是不妥协 永之方也 它勇敢 玉的勇敢 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 哪个民族能发现 这是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发现 玉很勇敢 它的这种勇敢 是一种 怎么说 沉默的 像鱼一样不发出声音来 但是又发出了最 嘹亮美好的声音 这种声音 这种勇敢 就像晴文的勇敢 晴文伤害过谁吗 他没有伤害过谁 但他特别勇敢 他不光是克服自己的疾病 而且他与这个世道 不妥协 不同流合物 他一个人 他怎么能不死 他一个人在与这个世道做斗争 整个这个世道都是有一种偏见 认为你是丫鬟 你是吓人 晴文就觉得 我的心高 心比天高 皮肤之志不可多野 就晴文一个人跟这个世道抗衡 你想他有多勇敢 他死都不屈服 尊敬 尊敬 很高